实况主Toys评价超哥餐厅 没有想到娱乐的氛围变调 暴力很揍画面直接在网路放送 出手通欧Toys最后以五万元交保 涉嫌替网后Toys的嫌疑人 林姓男子是超哥的助理 在二十二号傍晚到派出所说明案情 但究竟是真的醋饭难吃 还是做效果薄流量 有一位美食部落客发文表示 之前曾经去用餐 生育片没有处理好是臭的 抹布不干净更臭 用餐区空气循环不好 北市卫生局二十二号前往餐厅击查 发现抹布不竭 无法处理人员健康报告等缺失 要求限期改善 我的东西怎么可能会难吃 基本上我的主厨二三十年的经验 我东西都用最好的 超哥对自家的料理自信满满 想不到却被洗脸 笑脸撑不住 直接出手通欧Toys 交保之后态度还是超派 自称古人有交 人无可忍就无需再忍 甚至直接对着镜头呛瞎 时间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揍他 Toys的二十二号晚间 首度针对此事进行回应 强调超这次的行为显示 他始终是个没有文化的流氓 温室长大的阿斗 如果时间再倒回一次 你的醋饭有够难吃 还公布宴商单 头部脑震荡 错伤及撕裂伤逢11帧 脸部双侧手部 以及右侧小腿等处 有错伤及擦伤 超哥二十一号才交保 二十二号就被网友排到出国 遭质疑要弃保潜逃 超哥则是回复 谁要到越南工作拍影片 好几个月就已经计划好的事情 大家不必多做联想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 记者装成梁王一仲 台北报导 对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